欢迎收看《开来见我》 Wincent,这个节目就是小弟和你很荣幸 第一次丹江合作 希望我们不要因误会而结合 因理解而分学 因为穿已经不容易了 脱脱也很糟糕 这个开场霸真的是吃到饮 最近的国际新闻 大家这个星期都不停听 就是脱勾…就是Brexit 这个Brexit坦白说 也是一个近年公共宣传 觉得很承认、很响的名字 不过英国人真的哭得一颈血 听过很多经济分析、政治分析 今天我们开来 是一些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分析 我和许晶都在不同时间都在英国读书 所以对于英国脱勾 其实我想我们也有很多那些旧同学 在英国是很旁旺的 何止旁旺 简直是客到花容失色 是 是 你用天的暗来形容 其实我也是不惟过的 其实最惨的就是 大家现在不知道 最终到3月29日 是 其实是有多不堪呢 这一刻猜到多少不堪的东西 都不知道究竟一路滚滚滚滚滚滚滚下去 到29日的时候有多大的 3月29日就真的知道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你说三刀游己夫或者什么等等 切腹或者本人坎头 不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因为所有东西 就是叫做什么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连你什么时候死 怎么死 哪个女孩的头下来 全部都是你生前决定的 所以有心理学家就说 原来最恐怖的梦 不是被鬼追 不是被虚晶捏 不是被虚晶捏 不是什么 原来你的梦 你睡了8个小时才算 不停螺旋地跌下来 跌倒也跌不住 那现在英国 我觉得它大件事 如果你说硬脱欧 可能还有个死期 如何行刑 是不是在哪里 但如果你说硬脱欧以外 所有的选项 所有的选项 那些变数是多到 简直我觉得 比噩梦更可怕 现在我想大家都 由他大比数输了 文翠山脱欧方案之后 都听了很多关于硬脱欧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有几个是比较明显的 是挺可怕的 譬如说 如果有些英国人 在欧盟上工作 那他现在不知道 他29日做不完的项目 的话 或者他公司 会怎么处理他 因为他由之后那天开始 他就是非法逗留 立即非法逗留 由这个建成 不知道什么 然后欧洲那些人 如果在英国那些工作 也会出现同一个 可能在宅贼的 是什么 对吧 又要突然间 变成非法逗留 这个最明显 还有一些比较夸张 就是那些机票 是 如果你现在买了机票 是3月29日 或以后飞 他现在有很多公司 应该有那些条款 我不知道我飞不飞到的 因为我到时 可能受脱欧影响 他可能不让我降落 或者不让我起飞 或者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 没错 那我们现在看整件事 当然是笑中有类 为什么会是笑的原因 那种不是一种 幸灾乐和 你那些英国人 你都吃得和米多了 或者日不落帝国 你现在就来英国 可以和大湾区看齐了 为什么呢 因为脱欧之后 有人就说 不只是英国脱欧那么简单 北外怎么解决 其实原先外尔兰人觉得 我们国家统一 根本只是可待的事 你脱一脱欧 还好 大条道理 还有别忘了 蘇格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格兰 不是 英格兰之外 还有蘇格兰 是 苏格兰都说 你脱欧成事之日 我就准备 都是二次公投 不过不是脱欧的二次公投 是苏独 苏格兰独立的二次公投 你想想 如果一个英国 真的不是联合王国 不能联合 又没有了苏格兰 又没有了北外 到时不只是地理的面积 连它的GDP 连人口各方面 你可以和大湾区看齐 你都偷笑 也有些人讲笑话 可能如果真的这样分裂 英女皇真的会决定 把皇位让给塔利斯 到时没有眼睛 没有眼睛 快点给他的儿子 塔利斯到时候 真的可以做皇帝 但是就是一盘烂摊子 交给他的儿子 当然是搞笑的 但是我觉得整件事 譬如都突显了一些 过去大家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觉得譬如伤害到一些 很多全球世界各地的人 在英国 人是什么人 是呀 绝对 譬如今次整个脱钩 大家说文翠珊一次又一次被人羞辱 一次又一次就没有面子 但其实反过来 你也看到 全世界一起看到 其实你这群英国男人是没有用的 你这群英国男人是没有腰骨的 没有肩膀的 没有肩膀的 有什么就推文翠珊一出来 叫他一个 就是用我们的香港人说 一个女儿子 一个妻子 是 就给我撑上他了 其实你保守党里面 每个人都躲在后面 是 接着工党那边又是说 我们不喜欢这个方案的 不过你详细地问他 他有什么方案 真的没有了我们回答你 对吧 整群英国男人在这件事上 就显示到 其实你那些 gentleman 风度 是假的 是虚伪的 整群男人都不是男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看看 你嘲笑他们 这句嘲笑也没错 因为为什么呢 当年 上当年也不是很久 90年来初 苏联塌当的时候 中国大陆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什么 数万万众 无一是男儿 什么意思呢 一个这么大的 你叫红色帝国也好 你叫社会主义理想也好 哇 你说散就散了 有没有谁出来收拾残谷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为什么普京有这么多问题 甚至无所谓的恶行 但是俄罗斯人最后都要支持他 一而再再而三 原因就是 他有腰骨 有肩膀 有什么难 不管小弟做得好不好 我先批了他 刚才提到文翠先生 令人觉得是软息的地方 当年是吧 你那个卡梅伦 你这位哥仔 玩大了 红豪赌 还有什么呢 他对面那个 都是所谓英国最典型的 白人男性精英来的 是 Boris Johnson 是吧 约翰先生 前伦敦市长 那个发型比许晋不梳头 之前 他是说被人说 是把特朗普的发型 倒转头摆 就是Boris Johnson的发型 没错 还有特朗普坐地也有梳一梳 有没有喷一一回事 你想想 当年整个 现在我们在笑那个 真是英国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 欺笑怒骂的节目 不是叫开来见我 就叫做 Little Britain 小英国 现在英国散了之后 真是Little Britain 不是Great Britain 为什么 就是 对于这一帮 英国的男性精英 真是 有点看不起呢 就是当年 你那个Boris Johnson 和你那个卡梅伦 两个兄弟 在这儿做一个政治豪道 一个呢 就搖旗骂一刻 啊啊啊啊啊 脱欧了 另一个呢 就没事的 英国人跟我走 一想想之后呢 现在文翠山 你说婆娘也好 女人也好 我背起了 谈话 逐点说一句 又和你扑去布鲁塞尔 又和麦克尔大妈 这个重要 我打差你一点 是 就是去到她众叛亲来 是 还有几个钟头 或者十几个钟头 就是最后投票之前 你记不记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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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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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ston,我们很流行 由外到内,再到外 这个事反来,事反来,事反来 那老实说,你脱了 文翠山议案被人否决了这么久 你要听那些什么 财经分析,经济分析 政治分析,你听很多 而且听来听去都是那些 一项眼泪也好,一项 口水也好 我们要开来给大家看的 可能是多一点文化分析 心态的分析 以及真的跟香港的 关联在哪里呢? 会不会我们太过是 旁边学,觉得 原来英国搞成这样,真是麻烦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我们也可以在脱欧里面 找到一些东西是跟我们 是有关联的,这是我们开来 开了一个课题 在里面收拾一些东西 原来可以放在自己的地方 这个也是,如果你说得宽一点 就是我们人类历史 为什么要生存到今天呢? 你销成灰准之后 原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瓦力上建立出来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只有人类和个别的 即是所谓高等的生物 才能做到什么呢? 所谓移情作用 你不要看到人家英国都散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 就觉得那个纯粹是一个取笑的对象 原来里面有很多东西 好像历史的镜像 反映我们香港人的长远短 我们由小见大又由大见小 刚才也提到 文依依 如果用内地的译名叫梅依依 现在这么梅的时候 有另外一位依依 就不保持沉默了 这个麦克尔真是黑了 立刻就伸出援手 不过Vincent 有些事不是你主观上 你意愿上想帮就帮到 现在的麦克尔第一 他的文运都不高 他之前的地方选举 因为移民很多的问题 他都说我交棚了 我做完这届就不做了 就交了另外一位女党妃 反过来 我们除了讲依依也要讲小鲜茹 这个法国很出名的 这个Macron 这个马克朗 但是他被那些黄背心搞得一头烟 他现在可能想找两个依依帮忙 帝纸巾 帝手巾 如果从这个角度 都想请教一下你 喂 文翠先生 想扶一下 麦克尔 麦克尔也说 我都差不多拜拜了 他想扶一下法国的总统 法国总统说 我比你更糟 我现在是火烧 不是雅美 火烧海船门 大哥 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想和欧盟继续搞 无论是脱也好 不脱也好 硬也好 冤也好 其实这个局面比起两年之前更难 是吗 我想整个脱欧也好 或者我之前说到 大家会形容 特朗普竟然可以拿到总统宝座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叫做后真相年代呢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神伏于自己的想象 和自己的经过 在里面 怕了 那件事可能没有那么坏 但我自己的脑子里面不断地想 不断地想 而会玩东西的政客 他就是用一种费猛烧 就是用恐惧 散播一个恐惧 令你觉得我们要找一个强者 去带领我们 所以你看到 比如说法国 马拉努都基本上是会做这个游行 大型的军演游行 特朗普看到自己也希望 美国可以有一个大型的军演 特朗普也经常会告诉大家 其实那些移民正在杀起来 是一个攻击 拉大队来攻击 起围场 他要告诉大家 现在有个人道危机 然后你想想 其实麦克尔是什么 是什么呢 又是他的对手说 你没有应对这个移民问题 又说那些土耳其人 什么人 你放这么多移民进来 德国,我们德国就倒闭了 英国突然为什么要脱欧 就是不想你这么多欧洲人 谁人没有染鸡笼 都可以来英国拿我们的东西 那不行 大家就是怕外面的人进来 如果你说自由开放、包容 去到哪里 没有了 现在人人自保 因为吓了你,你害怕 你受了这件事 是 那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你不要说他们这么大的国家 是 香港现在都烦了很久 吵了很久 吵了很久 吵什么呢 常常说不可以 我们要拿回单程证审批权 回来 很多内地人来香港 现在所有药房都买同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想想其实是调整了 是 譬如那些楼价现在开始调整 不是内地人买的 是 但是你又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好 但是楼价跌又有香港人害怕 是吗 又有中产害怕 然后他又害怕了 是吗 我们经常都愿意被害怕来控制我们 这个才是问题 是 没错 那我们讲到政治上其中一种很有威力的 就是所谓同情 就是同理心 同情心 但是其中一种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什么呢 就是害怕 怕冷 怕热 怕肥 怕瘦 怕黑 怕光 原来恐惧是能够令到别人 就是所谓 你正面地说 就是聚沙成塔 如果你负面地说 你那个围牢取暖 会不会就成为了一种 所谓的新的法西斯主义的盟牙 这件事不是许智牙言耸听 德国我们知道他们才是压制这个 所谓纳粹 或者法西斯 在二战是有多严的 不过竟然过去一两年 因为这个移民政策的问题 这件事又社会覆然 那如果你提到香港 我就会发现 譬如 某一边 就说 你搞这个贾纳文 另一边就说 不行了 又什么重什么重 我自己经常觉得 第一 什么叫香港人 我每当有人 无论我海外的时候 我的老师和我的同事 问我什么叫香港人的时候 我想得越久 其实他真的越自豪 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个身份认同 对吧 譬如我妈就经常跟我 半开半小姐 就是说 臭大我那个真是马姐 我说为什么呢 你不发觉肥仔 我在家常常吃咖喱 原来就是 当年臭大他那个阿姐 真的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华调 所以我们身上就有这些乐人 所以我自豪的 是什么呢 不是只是说 我们可以 游走龙蛇 去到哪里都找到吃 这个东西最多是 你懂得自己生存 更加 我觉得香港人很厉害的 就是我这么小 我都可以包容到你 你说我好像俄罗斯 那样大的 我好像中国大陆那样大的 或者好像美国那样大的 大熔爐 什么都包到 但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竟然可以包容到这么多 五湖四海 有不同地方的人 是 所以我自己是原居民 我都说 其实没有原居民 是吧 我半开玩笑和学生说 我都是新移民 不过我家做了一些 康熙初年 就来了 而且美国其实也是 进入了一个矛盾的情况 英国也是进入了一个矛盾的情况 怎样 譬如你举一下 现在美国特朗普在这里 南边很多人涌入来 很多移民涌入来 很害怕 但如果你看回很多数据 全国的数据 譬如特朗普常说 他们会非法入境 来杀我们的美国人 但如果你看回美国相关的数据 犯这个谋杀案最多的 是在美国出身的人 是 排第一 是 非法移民是低很多 是 而如果是合法的移民 是最少最少的 是 所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也好 或者政治人物也好 其实你搞好移民政策 他们有一个巡规道具 可以进入来 申请成为美国移民的方法 其实是有效减低的罪案率 就是说你越多移民 你的罪案率越低 而且很多美国的发明 根本就是透过移民 去想出来 去想出来 包括特朗普他阿爺 就是了 在欧洲大陆过来 刚刚Wintern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和我们香港都息息相关 其实所谓的 假新闻 原来是完全假的 它也是真的 是真的吗 是反映我们的人心里面 真实的某些恐惧 以及我们的阴暗面 是吧 移民是不好的 有色人中是不好的 来自中国大陆 或者来自某些地方的人 是不好的 其实那个是我们的一种 所谓的阴暗面 所以呢 我想我们千万不要 五十步笑八步 在这里笑英国男人 在这里欺骗 梅衣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 又有没有 过分恐惧了一些 未发生的事情 自己肯定先呢 又轮到小弟呢 帮大家做QC这个环节 是吧 其实我呢 无论是在学界 还是在商人媒体里面 都算是比较跳皮 算是不上规矩的 但是我们无论从特朗普当选也好 英国是脱勾 或者所有的 遇到的这些所谓 就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蝴蝶效应的时候 都会发现 传统的政治呢 可能是很闷 可能是很老土 可能是很多规范 但是呢 是不是政治 或者这些重大的决定 你说公投也好 大选也好 可以以我们的一时之气 甚至无系 用一种互闹 或者是倒气等等的方式去处理 最终呢 所谓受苦的 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 今天这只黑猪呢 就是吸给那些呢 以为选举民主呢 就是一个 one size fits all 以为是万事万灵答案的人那里 事实上呢 在剑桥研究政治 研究历史的学者呢 自从这个脱口公投 一直到现在 获足的时候呢 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 他们就认为呢 英国的民主呢 并不是倒退 而是呢 走到一个新的墙前面 还要英国人齐齐 撞了个头 他们认为要找出新的答案 即是普选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呢 相信在这个民粹的政治之下呢 是全世界的政府 全世界的人民 都要思考一个问题 香港人如果要争取普选 都要想想 我们将来的普选设计 应该如何应付这种民粹政治